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 是2020年6月7日 6月7日就經過昨天 6月6日 罷免韓國瑜之後 其實這個在 全世界的華人社會都讓日著一片歡樂 但是在全世界的共匪社會 一片仇雲慘 我們看到 有很多 支持韓國瑜的漁民 真的只是用一個漁民 因為他們 是 被一些 口號式的假大空說話煽動 去迷惑 不敢說他們的思想很低 但是肯定不會多過65 原來 我們有聽網上的其他 評論員 有一些身在海外的華人評論員的評論 原來這個寫小說的瓊搖也是 韓國瑜的fans 說真的 這個是一個80年代的人 思想上長期停留在80年代 而他在80年代其實在寫20年代的小說 一個思維從來都 脫離不了100年前 所以韓國瑜那種假大空 即時 就可以使得 好像瓊搖這些人 即時為他著迷 我們要探討這個韓國瑜現象其實是沒有需要的 因為說穿了 韓國瑜的現象 只是 一個 政治騙子 他只是一個口號 如果用香港的語言說 他是一個老千 是一個傳銷盤 是一個告訴你 你可以發達 你只要找三個人入會 而三個人 每人再找三個人入會 你很快可以買樓 好像經常在我們 Channel出現的那個叫做 車智賢 這個老千一樣 一分鐘 賺60萬美金 一秒鐘60萬美金 每一分鐘 一秒鐘60萬美金 一分鐘就多少 三千六百萬美金 一個小時18秒你照成 一個小時 一天有24小時 一天賺30億美金 一年 發達 這個庫房 中國的庫房也是你的 香港的庫房也是你的 美國的財政儲備也是你的 是不是 所以呢 給一種假大空的情緒 那些口號 煽動 去迷惑 當然有些人就會醒 例如 在兩年前 頭漢國語的人一部分醒了 當然不是全部 是不是 尤其是我當時看到那些年青人 高雄的年青男女 高雄花大彩 高雄花大彩 我們要花大彩 很開心 很開心 即時可能他被騙了 覺得我們作出了一些改變 我們其實也分析過現象 但是這個現象究竟是怎樣呢 其實也是對於人類 希望想追求一些改變 想追求一些更加好的事物 民主社會 就是可以提供一些 就可以令到大家 有一個改變 或者改善 這個可能也是 當時中共說的修正主義 因為 你看到這個克魯曉夫 提出有 某種程度的改革 我就被人批評是修正主義 修正有甚麼不妥呢 修正主義我覺得 我覺得沒有任何不妥啊 這個字 其實共產黨就是說 連 做錯事連改正都不行的黨 這是甚麼黨呢 這個絕對是一個邪教 是一個恐怖組織 連一些改善都不准的話 是不可能的 耶穌有沒有犯錯呢 基督教告訴你耶穌是不會錯的 但是如果耶穌犯了錯 是不是需要改正 不會的 耶穌一定不會犯錯 所以呢 叫耶穌犯錯 那就叫修正主義 如果耶穌犯錯 要改正的話 這些就叫修正主義 你跟這些一神的邪教是沒有分別的 記住 一神教就不等於一神邪教 當然 毛澤東 這個共產黨就是一神邪教 當然現在一個一神 就變成了習近平 我們這一節其實要 由台灣帶回來 中國 大陸的情況 自從這個強行推行國安法之後 引來全世界的宣戰 全世界不包括八個國家 例如緬甸 這個 斯里蘭卡 連孟加拉也沒有支持 奇怪 孟加拉 羅伯仔和巴基斯坦是中國的盟友 沒有支持 俄羅斯 伊朗都是盟友 也是一個 有軍事實力的盟友 但是他們沒有支持 相反就是 烏干達 這些國家支持 你有夠用嗎 你找了俄羅斯出來 你找普京出來撐場 好了 我們說回現在 強行推國安法之後 其實習近平 基本上 黨裡面 已經沒有盟友 除了他的走狗王滬寧之外 連王岐山也不是站在他那邊 因為這個 國安法 是直接使得所有的 這個 紅二代 紅三代 紅幾代也好 他們在香港的利益 在全世界的利益都受到即時 損害 損失的數字根本沒有辦法估計 估計要多過一帶一路不見的錢 估計要多過洪安新區輸了的錢 估計要多過 這個習近平大撒幣拋出去的錢 原因就是 不單止在香港 連現在在海外的資產 也隨時有機會被 凍結 被人家沒收 因為現在共產黨所做的事 其實是反人類罪 是挑戰人類的道德底線 基本上他們說蓬佩奧的所有東西 全部改回共產黨 習近平 就對了 沒錯 好了 他們的 國安法一出 向全世界宣戰 你以為全世界 是由你作主的嗎 全世界 那個大哥還是叫做美國 美國的軍事實力比中國先進50年 太空科技也是超過50年 在角力上面 美國後面的一堆盟友 大家自己說 不算德國 不算法國 其他的國家都可以是盟友 但是 你中國的盟友有多少個 現在暫時數到八個 我們剛才說了 連俄羅斯和伊朗都不肯站在你國安法後面 幫你背書 你就可以看得出 習近平 已經變成孤家寡人 在政治局常委裏 除了他的走狗王滬寧 是沒有其他人 站在他那裏 即使韓正 也是被迫 要做這個壞人 略戰書當然是他的共同拍檔 但是 他也是交差的 你再看 李克強汪洋 團派整班人 基本上 就是以經濟掛 掛稅 原因呢 就是大陸的經濟 一個疫情 打到已經是 七零八落 再加上 國安法 強行立法是全世界的圍堵 尤其是美國的制裁 美國一旦對中國制裁 中國可以做些甚麼呢 上個星期傳出 就說中國 是指示國企停止買大豆 我原來也是一個 假象 桌子私底下 是不斷地 購買大豆 數量比之前更多 因為他不敢得罪美國 原因是甚麼呢 原因是習近平 他的判斷覺得美國 不會為了香港這個這麼小的地方 而跟他反面 而即使是 反面 最多都是小馬大幫忙 因為他認定了 特朗普是可以買的 這個總統是可以收買的 多少錢 100億不夠1000億 1000億不夠2000億 2000億不夠4000億 跟你買斷 但是特朗普 他也想賣給你 問題是美國的國策 不可以 美國的國情不允許 美國的民意 很大反彈 因為中國人 或者是共產黨 他們的思維 不明白甚麼是民主 他們完全對民主有錯誤的理解 中國人的思維 民主就是為民作主 是代替人民作主 所以中國 是有人民民主專政 即是說他大了 他說了事 他是代表你 他代表了你之後 你就不能夠再出聲 要不然你就反革命 好了 現在美國告訴你 你們那一套是錯的 你們的評估是錯的 你們所有東西都是錯的 由你出生那一刻 你已經錯了 好了 現在美國 打真軍 來了 接著是英國 英國一直以來 給人家印象就是國勢很弱 他們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在歐洲做不到霸主 甚至乎歐盟沒有聲音 所以他們才要退出歐盟 脫離歐盟 原因就是他在歐盟 是沒有話語權 是被德國法國禁住來砌 所以他們寧願脫歐 好了 脫了歐之後英國 現在一直以來都硬不起 對於人民幣即時跪低 對於華為不知 他們舔 舔 舔到盡 好了 到了現在 他們發覺不可以再引氣吞聲 為了一點點錢 最終是賠上什麼呢 最終是賠上很多人命 幾十萬人確診 好像美國 一直以來 特朗普在中共舔了的好處 這次是一次過偶突回來的 還有機會 是輸了總統補助 他發覺這條數計算不行 是要向你習近平開刀 現在習近平 可以說 是真是 成為孤家寡人 因為他真正要可以幫到他的人 但是反對他的人 不少 現在在中南海裏面 真正 個個想去死 老實說 如果那個勢子有些甚麼不對勁 栗戰書 王滬寧 這些人渣 是肯定會第一時間調轉槍頭 因為這種人 他們是 從來未試過去到那麼高位 突然間他告訴你 他有倒台危機 他不是要抱著你 他是要第一時間踢你出去死 甚至乎在背後捅你一刀 所以 我們覺得 現在 中南海的局勢是十分之微妙 因為 我們 聽到上面的風聲 是開始的人有膽 在那裏批評 習近平 以往是這些聲音不夠膽講的 是絕對不夠膽講出口的 現在的人是不滿的程度 是開始 夠膽開口講的 所以呢 我認為現在中南海的局勢 是有很微妙的變化 尤其是 中宣部 這個是一定是受到習近平的指使 的命令 即時叫停這個 地攤經濟 地攤經濟 根本上就是把習近平的面 赤裸裸扯下來 還要 弄壞了面具 還要把面具弄壞 現在戴也戴不回來 原來中國人 那麼貧窮 要靠地攤經濟 哇 人家要上太空啦 美國上太空啦 你們還搞地攤經濟 真是甚麼面子都丟了 說真的 李克強這招都很毒 毒到呢 是習近平沒有辦法 不把這些東西公開 不把 他們的矛盾徹底的 弄壞出來 所以呢 中南海局勢十分之好看 我們 有行在這個大時代 有機會看到一場 1976年我們不夠歲數啦 看不到懷人堂政變 第部四人幫 今年我們可能很大機會再看一次懷人堂政變 好 這節時間講到這裡 拜拜 那是 就算了 我們現在的一段時間 我們應該會跟我們一樣的